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旅行是很多人追尋靈感的方法 很多藝術家會去撞遊 找尋人生意義 有一位導演跟他的好朋友 一起騎著重機車到阿里山 蘭嶼 還有泰魯閣等等地方 激勵了一場很奇妙的冒險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兩位來到棚內 跟我們一起分享這趟旅程 導演你好 蔚林好 還有各位異常世界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鼎 君豪 你好 惠林好 我們算是同學關係了 是 而且我看完你的書 覺得我跟你好熟 是 分享了這一趟很棒的旅程 對 導演那時候 你跟我們談一下 為什麼那時候會忽然想要 去來個環島呢 這應該講 我覺得好像每一個人 都在某一個年齡的時候 想要自己好好的放逐一下 或者是說 讓自己產生一件事情 然後去讓自己好像存在著 就有些事情想要證明自己存在的 那十年前的時候我三十四歲 那我三十四歲的時候 因為照顧我父親 我父親是劍動人 然後我想要陪他好過每一天 那時候我最後就是 開始感覺說我要好好過我的日子 然後跟我的家人一起相處 可是沒想到兩年之後 他居然還是在一個睡夢中離開 那時候我帶著非常大的自責 而且他離開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戶頭也只剩下三千塊 我因為照顧他 我那時候真的所有在台灣的积蓄 只剩下三千塊 可是當我爸過世之後 我只好我要變成男人了 我一定要成為男人 因為父親的離開 對 然後對自己有很大的責責 那我想 我覺得我要做些什麼 然後我就想 我想起我小時候 跟我爸爸第一次在泰魯河旅行的時候 我因為跟他在那邊喝了一碗金針湯 然後他告訴我 其實我有一個大陸老家沒有回去 那我就想 如果我真的有個機會 再回到泰魯河喝到那碗金針湯 我就繼續用李鼎這個名字活下去 不然我覺得我那時候只有一種 今世沒有的緣分 我想要立刻跟我爸爸再續前緣 就是一個很想證明自己 還存在在這個世界上是為什麼的理由 然後去旅行就對了 那個時候您爸爸帶您小時候 你去喝了那碗金針湯是冬天嗎 你記得嗎 我忘記什麼季節了 但是我就是很清楚的 記得泰魯河的 泰魯河之所以美是他那個峽谷 那個大理石的感覺 在陽光照射的時候 會呈現一種很奇怪的 好像一種 幾乎的 人家就說很像 石頭怎麼會像身體一樣 有一種張力 然後可是 我去的時候 我覺得完全沒有 就是傍晚進派魯河的時候 然後車子在那邊 峽谷中遊蕩 然後你聽那個戲的聲 然後看到那個月光就要灑亮 你覺得好像是已經快要 有鬼魂進來了 然後整個人就真的有那種暈眩的感覺 就在暈眩的感覺來的時候 所有人說下車下車 喝在那個靜恆橋 因為花蓮最多的就是金針花嘛 對 所以那邊就有用金針花 煮成的這個排骨湯 金針湯 金針排骨湯 你想想看那種酸酸的甜甜的 然後一到暖暖的那個 就趕快把那個冰冷的身體暖起來 然後你就看那個花在那個裡面 然後我爸就跟我說 我們今天很好運氣 因為金針花 你知道是什麼花嗎 金針花又叫做一日花 它只會開花一天 一天 第二天 所以昨天 對 來經過這同一個地方的時候 李鼎你不會看到那個花 如果明天要再回來 這個花就卸了 然後你看煮湯的人多麼厲害 把這個湯保留下來 保留下來 讓花在湯裡面復活了 而且這是你奶奶最喜歡的湯 在我們大陸老家 母親節的花不是康乃馨喔 是金針花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有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奶奶 有一個老家 從來沒有回去過的家 然後這個飛官的爸爸 只要講到老家的時候 他就很和哀可親 很像一個小孩子 您的父親是軍人 對 他是來台灣之後 他是來台灣玩 然後回不去了 然後最好的方式 就是成為軍人 然後最好還是開飛機的 這樣有一天打仗 一不小心 他可以直接開飛機回去 是 開玩笑的 他有一天跟我開玩笑的 他說他是這樣 當飛官的 但是他其實是 他一輩子都希望我有 幽默感多一點 不要把自己 撐得那麼 撐得那麼嚴重 尤其是在他最後 這個變成劍動人的時候 他每天都希望我快樂 所以這趟旅程 其實是跟父親告別 其實也是 其實現在想起來真的很幼稚 為什麼你要用一碗湯 去證明 你跟你爸在不在 你應該是跟你弟弟去找那碗湯 你怎麼去跟一個 而且我們出發之前 我們倆只見過八次面 就是我們只是見過 八次面的朋友 這個有一點危險會不會 因為你說你要毀了一個人的創業 你就叫他去辦雜誌 如果要毀了一段友誼 你們就一起去旅行 我一直都知道這樣的事情 我一直都知道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感情 是很容易經過一些小小的東西 是經不過試驗跟淬煉的 所以我就覺得 跟一個只見過八次面的人 出去是再適合也不過了 你可以試試看他是不是 你這輩子的莫逆之交 我也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只是 我 因為他太有趣 我跟他第一次碰面 是他在做我廣告的男主角 那他非常不像男主角 你形容一下你心目中的君豪好了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身材非常好 他是我們業界之道 全台灣第一個拍 全裸寫真集的男星 然後非常的勇敢 然後以為見到他會高高在上 因為他身材很好 很魁梧 然後那支廣告也是要看他很魁梧的身材 可是他完全不像明星 看到那有垃圾 他就立刻拿掃把去幫忙掃地 沒有停下來過 一直在動 可是你知道他在書裡面把你描寫成是一個台客 其實我 我都覺得我不台 但在他眼裡他都覺得我超台 我覺得台客 台客是這樣 就是說 我喜歡你 我就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胸部上 肉體上 一輩子的兄弟 對對對 一輩子 還不是兄弟 你愛人 他就刻在上面 甚至小小裡面可能會有他喜歡那個人的名字 然後要不然就是 我很喜歡你這個女明星 我就把你的照片做成摩托車的擋泥板 每天都在我的摩托車上 然後你把他啪啪啪啪啪啪啪 這就是一種很台 就是以身是法 然後他體育系的嘛 就是從小全勇和跑最快的這種小男生 所以體育系的人 他就是 我們都是用身體去 對 去執行我們的目標 每一件事 對 不會只是用嘴巴去講 你罵誰啊 所以很重要 就是身體 所以你們兩個真的就去了一趟旅程 就這樣開始 因為騎車有個好處 就是第一個速度感當然是很直接 但最棒一點就是旅行最棒的是 你到每一個鄉鎮 你會聞到不同鄉鎮的味道